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经验就是本土经验 我写的东西其实是都有历史的痕迹 就是中国是怎么样从一个荒凉的落后的情况当中 慢慢地醒过来 左营恐怕最重要还是那个诗堪 那个诗堪创世纪 这个气质是我喜欢的 就是慷慨 大方 狭义 要让人家知道眷村人物是怎么活着的证据 只剩下眷村文学 他不只写出他的个人的形象 他其实人家写家国之头 在没有眷村之前 我们的确是无家可归的 我们的确是离赛 但是我们住进了眷村 我们开始有个历史 有家可归 这里头当然包含是权重建 大红的木门 是假的印记 小小灯泡下 孩子们的身影 甜美回忆 这位友在遥都更有 这位友在书上 都不再说 一遍 这位友在书上 帅人家 这位友在书上 我 不再说 我 当多 你 也不再说 她 我